国内疫情严峻各县市依旧是维持防疫三级警戒 渔业鼠是禁止民众到港边垂钓 但没有想到14号的凌晨却有十多名的钓客不甩禁令 趁着黑夜擅闯花莲港东体管制区来夜钓 而结果呢其中就有一名钓客 不慎坠落到了六米深的寒洞 造成了腰部受伤 救护车明迪生划破黑夜 从赏金码头即使出来 14号凌晨有十多名钓客不甩禁令 趁着黑夜擅闯花莲港东体管制区夜钓 结果其中一名钓客却不慎坠入六米深的寒洞 大批警箫带着头灯夹上灯具 放下梯子合力救出钓在寒洞里的球性男子 这个钓鱼的过程中 这个球性民众不慎钓入 这个坡体旁边的这个寒洞 造成受伤 经过他有人通知119 这个港务消防队前来会同我们中队 一起前往救援 赏金码头路口明明已经挂上警告标示 如果想要进去钓鱼 就必须申请通行证 不过随着防疫进入三级警戒 鱼夜数在上个月也早就禁止民众到港边垂钓 这个邱信民众他违反我们这个三港法35条还有36条第二项 我们将会依规定来开罚有关违反三港法35条部分是处罚 10万到50万罚款 针对这个民众到我们这个港区来钓鱼的部分 我们将会持续取缔 对于在没有办法在现场取缔的部分 我们也会依照监视器 来事后来做个开罚的动作 邱信男子在送医后 索性只有腰部受伤 没有生命危险 但在防疫期间最好还是乖乖待在家里 以免害得自己受伤又得面临高额罚款